阿莫·莫拉莱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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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常站在轰隆隆作响的拖拉机上,向选民发表激情横派的演说,出身贫困奸腾的他,因得了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。 当年高票当选为国会众议员,从此进入政坛,2002年,莫拉莱斯首次竞选总统,在第二轮选举中以微弱劣势势力。 长期以来,骨科也是委内瑞拉主要经济作物,因为毒品贩子使用它能够制造核卡因,美国一直对委内瑞拉政府施压,要求实行零种植。 莫拉莱斯是骨科农民意义的代表,他认为开发骨科的合法用途对农民,对国家都有好处,坚决反对美国的要求。 由于莫拉莱斯对待骨科种植上的态度,美国指责他为禁毒运动的敌人。 不过对于美国的用意,莫拉莱斯看得很透,他说,对美国而言,贩毒品战只是更好控制他国的借口,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控制我国的石油。 2005年底,波利维亚迎来总统大选,美国千帮百计阻止莫拉莱斯当选。 由于莫拉莱斯身的波利维亚下层民众,特别是印第安人的拥护,最终美国的图谋并没有得逞。 近西方的前总统基罗加惨败,莫拉莱斯大获全胜,成为波利维亚习一任总统,也是该国首任印第安人总统。 当选总统后,莫拉莱斯迅速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,为内瑞拉总统查韦斯,组成拉丁美洲反美联盟铁三角,成为美国在南美后院中的又一个刺头。 执政以来,莫拉莱斯摒弃了一望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,将改善民生,促进国家发展作为执政目标,把刀扩斧地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,得到了大部分国民支持和爱戴。 由于政绩悲然,他又招票连任两届总统,在波利关系上,莫拉莱斯一直强调,我们需要伙伴,但不需要老板,如果美国人遵守我国的法律,我们欢迎他们成为伙伴,但我们不能允许他们作为主人控制我国的资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